好,各位同学,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类的运算符,为运算符。 这个为运算符,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, 因为在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编码里面,为运算符用到的是比较少的, 但是这个大家还是需要了解一下。 那么我们首先看见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, 我们首先要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给叫出来。 好,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英文暗的符号, 它在我们的运运算里面称作暗卫女。 看起来名字有些奇怪,这个名字你不用管它,等会我们会讲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好,那么第二个是暗卫货。 好,那么这个第三个向上的箭头叫做暗卫亦货运算符号。 好,然后第四个这个波浪线叫做暗卫取运算符。 好,然后第五个这样两个向左的箭头叫做左移动运算符。 好,那么顾名思义,下面的两个向右的箭头就叫做什么呢? 叫做右移动运算符。 正如我们之前去介绍其他的运算符一样,还是我所强调的。 我们一定要抓住每一个运算符的关键点。 好,那么这个为运算符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? 它的关键点是我们加一个这个,都是对二进制的书进行运算。 二进制书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过。 好,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个误区。 这句话意思是没错的,但是它的表达并不是很准确。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,把这个数字当做二进制书进行计算。 这个未运算符并不是只能对二进制书进行这样一个运算。 它同样的可以对其他的进制,比如说十进制,十六进制,进行这样一个运算。 只不过当你把其他进制的数做未运算的时候,其他进制的数是会被转化成二进制书进行运算的。 好,然后我们到我们IDLE里面,具体的用示例来看一下这样的几个未运算符它们的作用和意义。 首先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暗位与运算符。 暗位与运算符是这样一个英文的暗的符号。 暗位与运算符的操作数有两个,左边一个右边一个。 好,然后我们举一个例子。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A,它的取值是2。 然后再定义一个变量B,它的取值是3。 然后我们现在对A和B两个变量做这样的一个暗位与运算。 好,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 2。 那么这个A乘B或者A加B,大家都很熟悉。 这就是我们数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四则运算。 但是这里的A, 按位与B怎么理解。 好,那么我们说了,这样的一些未运算, 都是需要先把这样的一些非二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。 然后再来计算。 好,然后A,它的二进制数是多少? 10。 好,接着我们来看一下。 3,它转化成二进制数多少? 11。 注意,这里不是10进制的10和11。 我前面的这里,其实我是没打这样一个0币11的。 这里我们主要是关注的是它的这个数字。 好,然后我们看一下。 好,我们的IDLE里面不是很方便我来演示这样一个暗位与的规则。 所以说我在这里来演示。 好,上面的10代表了我们实进制的2。 然后下面的11代表了我们实进制的3。 好,那么这个暗位与的运算规则就是你需要把两个参与计算的数, 它们的每一位做一个比较。 如果相应的位数上面的这两个数字都为1, 那么它将得到一个结果1。 如果不是两个位数都是1,有一个为0,或者是两个都为0, 它将得到结果0。 好,然后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01,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运算,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多少? 由于01不是两个都是1,所以说这里将得到0。 好,你把它给加粗一下。 好,我们说了是每一位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。 我们比较了第一个01了之后,我们再来比较11。 11由于它两个都是1,所以说它将得到结果1。 好,那么由此我们的两个二进之数10和11, 它们做暗卫与运算最终得到的结果是10。 好,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一个二进之数的1流。 二进之数的1流转换成十进值是多少? 是2,对不对? 好,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A,暗卫与B,结果是2。 从刚刚的这样一个运算规则里面,大家可以看到,正如我所说, 并不是说只有二进之数才能参与这样一个未运算。 十进之数一样可以。 好,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未运算符暗卫。 暗卫是用这样一个数线来表示。 两个变量。 这个时候我用A,暗卫或B,它将得到结果3。 好,然后我们还是用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运算规则来解释一下, 为什么暗卫或是等于3的。 我们刚刚说暗卫与运算是当两个这样的一个二进之数, 它们相同位数上的这个数字同时为1的时候结果才是1。 好,那么暗卫或的不同就是只要有一个为1, 最终结果就将是1。 好,所以说01它将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1。 那么1,1同样它将得到结果1。 只要有一个数字为1,结果就是1。 好,所以说最终结果是一个二进之数的1。 转化成十进之就是我们所看到的3。 好,那么关于这个未运算, 我们就去暗卫与和暗卫这两个例子。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未运算它们只是在运算规则上面有所不同。 但是基本的规律就是我所说的, 你必须首先把这样的一个数转化成这样的一个二进之数, 然后才能开始这样一个未运算。 好,正如我之前所说的,像这样的一些未运算符, 它的这样一些规则是挺多的,符号也挺多。 大家千万不要去死记忆备,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用到的时候再来查阅手册。 但是像未运算符的基本的概念,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。 如果说你连这一个达分类的运算符它的概念是什么, 你都不知道。 那么到时候你在编码中遇到问题的时候, 你根本就不知道去手册里面查什么。 你只有知道了这个概念,你才知道你要去查什么。 好,各位同学,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。 我们下节课再见。